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喝过青蚵酒 我呢大家都知道是这次出了老家 走向大西北到青海 才喝上了青蚵酒 还是非常感谢孟总跟韩总 他们俩带我入门来整这个酒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叫42度的青蚵酒 包装的是750毫升 它属于是清香型的 青蚵跟小麦酿造的 它这个工艺呢是国标10781.2U级 我现在卖了这个两款到三款 这个是开了吧 开了我回来也要喝是吧 这个叫是52度的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52度的酒畅销呢 还是42度的畅销 我心里边认为哈是52度的酒畅销 这个是国标10781.2 也是一样的哈 52度 配料表 小麦 青蚵 能清晰的看到吧 行 先不跟大家喷了 进入正题 首先呢 非常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 对我这个青蚵酒的支持与认可 这两天也没少忙了 没少发了货 说实际一点哈 这个42度的我卖的比较多一点 跟我想象中完全颠覆了 我以为这个52度的酒会比42度的畅销 我问了我三叔 我姨父 我二叔 都觉得这个52度的酒好卖 所以说进货的时候还进鸳鸯了 现在呢 我又给孟总打电话 订了这个是 两万多块钱的货 咱要做 就把这个酒做 还要了就是说 那个53度的 还有青蚵纯粮液 还有青蚵地幼房 都会如续的到货 中午呢 跟修理我们两个在整网店 就是说 想办法注册一个网店 在网上这样 大家购买着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俩的学历也有限 但是努力的这个去做 把这个网店做好 实大实的把这个酒 当成一个事去干 这样子的话 修理每天也有事做了 对吧 对 现在车上装了货 几点钟了 四点多钟了 要赶快去发货了 就是说接到了订单 第一时间就发往这个快递站 这个快递站的哈 就是说找了我们老家那边的快递站 因为他这个价格 你太贵了也不行啊 是不是 谈的这个还是价格 可以适中的 基本上都是 这个三块 一公斤 其他的快递 我在这边我也不熟悉 我也没问 就给老家发着吧 反正是挺好的 最主要是老板包装的比较细心 别让这个酒给碰坏了 或者啥的 如果说中途碰坏了 你们收到货了 找我找我啊 我再给你们补发 你们拍个视频 就可以了啊 行 给大家就是汇报一下 今天的工作吧 等晚上了 我去 找地方去 该喝的喝 中午我不能喝酒 因为啥呢 耽误工作 其实秀丽昨天说 我说的也挺对啊 让我去考个驾驶证 毕竟呢 男的的没驾驶证 在家里边也抬不起来头 行 我看看吧 把这个 就是说酒弄顺了 然后修理在招呼着帮帮忙 我就 该考驾驶证 考驾驶证 科目一的话 我多练一练 只要有信心 贴棒磨蹭针 摩托车驾驶证 咱都能过了 是不是 行 不跟大家喷了 我们现在就是说 快马驾骗的去发货 啊